我们再来看看凭借这个楚门的世界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的这个演员金凯瑞 他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观众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外国演员之一了 他呢在一部又一部经典的这个喜剧片当中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精彩的表演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的记忆里面有很多的欢乐都是因为看他的片子而给我们带来的 但是电视机的您也许有所不知 正是这样一个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的人他常言来一直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金凯瑞一提起他不说名字只看表情你一定会说啊就是他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喜剧之王美国人心中的周星驰 变相怪节冒牌天神阿呆与阿瓜等一部部经典喜剧片 不仅让观众们记住了这张脸更让他成为喜剧影史上不可多得的天才 然而近些年人们甚少能够再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位行走的表情包 最近一部记录他绘画的短片《我需要颜色上线》 刚刚上线就获得超百万关注 短片中也展示了他为什么会消失在大荧幕上 或许你难以想象这个在人前欢乐的金凯瑞 私下却忍受了多年抑郁症的折磨 那时在前女友的鼓励下他开始进行艺术创作 可在2010年时两人分手后 原本他见露曙光的生活却又再度被一片黑暗给笼罩 然而噩耗紧接着来临 他的前女友因为服用药物过量身亡 在葬礼上金凯瑞亲自为前女友抬冠送葬 之后他便嫌少现身公开场合 直到六年前 金凯瑞开始捡起小时候的画笔 开始了自我治愈之旅 如今金凯瑞终于走出阴霾 以画家的身份重新与大家见面 我爱你生命的 而且艺术是证据的 感谢观看